瘦山岩观音寺在今年9月举办观音佛祖立台280周年五朝辅教庆典 十年一次的地方社会吸引许多民众朝圣 也因此妙方今年举办的第七届瘦山岩亲子绘画比赛 也鼓励小朋友融合建教的民俗活动来创作 并即将在10月16号下周一收剪截止 瘦山岩观音寺董事长林明义带大家回顾了庆典活动 期盼能看到小朋友匠心独运的画作 呈现瘦山岩信仰艺术之美 我们今年瘦山岩观音寺举办佛祖立台280周年五朝辅教的庆典 感谢地方民众与所有的信众大德 共同来参与我们十年一度的建教的盛会 我们按照礼俗逐一来完成 树灯高法会银绳布袋戏 神诸普渡等民俗科宜 并透过脸书全程来直播记录 不过这样还不够 我们今年庙方还举办一系列活动 邀请在地的学生们来庙里参访 认识家乡的信仰 并学到英文的知识 还有征求我们摄影 以及手绘海报的好手 踊跃记录信仰 以及我们受神言观音室建筑之美 我们现在也期待小朋友们拿起画笔 发挥创意 画出你所感受 受神言观音室佛祖立台280周年五朝辅教 我们收件截止到10月16号的下礼拜一 有丰富的好礼 以及三连霸的奖项 等待大家来挑战 欢迎大家一起来传承信仰艺术之美 董事长也说明成赛规则 并在比赛最后挑选出480位优秀的小画家进行表扬 还特别准备了金牌三连霸奖项吸引大家挑战 他也抢先公开颁奖典礼当天安排的活动情报 希望大家都能从上千件的作品中脱颖而出 一起与家人来参加好玩又充满荣誉感的审会 提醒参赛的大家 比赛需要的专用图画纸 我们一共分为幼儿园主 国小低年级主 国小中年级主 以及国小高年级主 每一组会选出金牌 银牌 铜牌和优选奖 今年的颁奖典礼 我们预计在11月25日的下午来举办 当天现场不仅会举办 不仅会准备丰富的奖品 还会请来气球跟泡泡达人与大家来同乐 也可以现场报名DIY手作 或是来体验拍贴机 还可以领取庙方客制化的纪念品 期待大家的作品都能突破重围 来赢得最后的胜利哦 又别于以往的建教庆典主题 让妙方很期待在这次亲子绘画比赛中 看到各位小朋友们的起司妙想作品 比赛收件到10月16号下星期一 妙方欢迎小朋友们把握机会 踊跃来参加一起来挑战获奖拿脸吧 记得有点连续提讨论报道 不忘了